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鸭子跟螃蟹争什么呢 最后得力的又会是谁呢 这个故事真是说来话长 您得容我慢慢跟您说 这么着吧 广告之后我再为您细细道来 我的同事志鹏 他的采访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 一他是喜欢体验式的采访 凡事都想掺和掺和 再一个就是他特别喜欢显摆 足想找着机会露上两手 这不终于又让他逮着机会了 这露两手可以啊 你可千万别露了气 来到广西青州采访 天气温热 记者志鹏是忙里偷闲 他下海凉快一下 也趁此机会想展示一下水性 可志鹏却碰到了意外情况 您看我这本来是想展示一下水性的 因为我没想讲 差点那螃蟹把他手给夹了 还好我摆一摆 您看这个是大豪 这个呀是青蟹 这都是海里头的 咱这海里头的海鲜 怎么那么多呀 这里还不算多 这还不算多呀 红树林那边还多 那边 对啊 比这海里头还多呀 多的是 您听到了吗 人家说那红树林里头 这个海鲜呀 比这海里头还多的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去 我还得想反应 志鹏听说 对虾 青蟹 石斑鱼和大豪 并称青州四大海鲜 位于北部湾最北端的青州 因为沿海有多条河流注入 咸淡水交汇的地方 海鲜非常鲜美 但是渔民告诉志鹏 这儿的红树林里 还有一种更特别的海鲜 志鹏想见识见识 这不眼前长在海里的 貌似就是红树林了 志鹏赶紧找人打听一下 您好 您好 那个 咱这里头这是红树林吗 是啊 红树林 听说在那个红树林里头 有好多海鲜 海鲜 当然有啊 有海鲜呀 带翅膀呢 不是 带翅膀的海鲜 您说的不会是这鸭子吧 是啊 这是鸭子 这个就是海鲜的 是啊 这是什么鸭子 它怎么成了海鲜了 邱永修是海鸭养殖大户 他说这鸭子叫海鸭 现在可是青州的一张名片 名气啊 不亚于青州四大海鲜 仅在青南区 海鸭一年产值两亿多元呢 咱们这个摊涂大概有多少面积 三百多亩 三百多亩啊 那养了多少只鸭子呢 三千五百只 三千五百只啊 合着一亩地才十来只鸭子 这密度有点太小了吧 可是这鸭子有啥特别的呀 赤鹏得抓了一只 仔细瞧瞧 这么多鸭子呀 我去抓两只 可这不抓不要紧 一抓是一身汗呢 哎呀 回来 哎呀 不行了 这实在是碾不上 你看我这不光跑 人家扑愣的翅膀还要飞 虽说飞不起来吧 但是那一忽然 还跑得更快了 我这还真得找个人帮我忙 我把这鸭子给逮过来一个 我进去里看看 你看这刚才呀 我跟那抓了半天 这鸭子也没抓着 人家这鸭子 它不光跑得快 它还 那胡说那翅膀 差点就起飞了 我这会儿 我看这个圈里头 还有一些没跑出去的 咱们抓一只离近了 看看这个海鸭 它到底长什么样 咱俩迂回包抄啊 你从那边 我从那边 好的 想找他真是费劲 灯我一脸杀的 这鸭子它不就是麻鸭吗 看这个萌子吧 对就是麻鸭 难怪了 您看这个毛色 跟咱们平时常见 这个麻鸭基本上一样 都是这种麻色的 那这个鸭子呢 您看它这个外观 挺有意思的 比较的修长 整个这个身形啊 您看 有点像这个流线型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个素囊比较古以外 其他地方您看 还都是挺结实的 身上这个肉 一摸就都摸得出来 经常在这个摊土上奔跑啊 这些海鸭的品种 就是常见的麻鸭 志鹏还是另找原因吧 志鹏听说啊 这鸭子是海鲜的秘密 就在这红树林摊土上 您看 这鸭子在摊土上溜达 一个个的素囊 吃的是鼓鼓囊囊 志鹏再一瞧 这有好多的生猛海鲜呢 您看 这种螃蟹可真够独特的 您看看 在退潮之后啊 这个摊土上就有非常多的 这个小螃蟹 但是这个螃蟹啊 非常的机敏啊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马上就钻到洞里去了 不过 我刚才还是逮了一只 您仔细看一下这个螃蟹 长得这个外形也挺奇特的 两个鳌 一个大 一个小 那么这个大的呢 特别吓人 这个是用来自喂的 小的呢 这是用来觅食 雄性螃蟹的这只大鳌 在交配期间会做各种炫耀的动作 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而在潮间带活动时 舞动的大鳌 又好像在召唤潮水 所以它叫招潮蟹 志鹏听说呀 这海鸭可爱吃招潮蟹了 那这个螃蟹呢 其实是咱们海鸭呀 非常爱吃的食物之一 因为它能够提供 非常丰富的这个蛋白质 还有非常丰富的钙质 但是我就在这琢磨啊 您说这螃蟹 这螃蟹这么吓人这么大 这鸭子它怎么吓嘴啊 那个鸭子它那个嘴很快 一般都是在零点几秒钟 那个螃蟹两三下它就断了 它的那个嘴呀 有那是起的嘛 一抓到它 它就把它挠死 挠死然后就去哦 海鸭究竟怎么吃招潮蟹 这得见识一下 您看 一只公蟹出来活动了 鸭子们正在附近觅食 公蟹依旧悠然散步 这只海鸭好像发现了它 启动进攻 瞬间就叼在了嘴里 海鸭吃螃蟹 平的就是眼尖腿快 下嘴狠 除了招潮蟹 另外一种动作敏捷的小海鲜 跳跳鱼也是海鸭的美食 这跳跳鱼可没有盔甲 鸭子吃起来顺畅多了 咱们这个红树林里头 因为红树林它本身这些根系特别的发达 所以就给各种海洋生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栖息环境 下面有很多的像小鱼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小虾 小螺 小蟹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为咱们这个海鸭提供了一种高蛋白的 非常好的这种天然的饲料 所以这个鸭子就经常的会跑到这个红树林底下来觅食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洋向陆地过渡的植物群落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 广西 广东和福建 红树林可以防风减浪 固暗护堤 净化水质 另一方面 红树林的枯枝落叶蟹花掉落在滩土上 经过分解后形成有机物 成为浮游动物和许多杂实性鱼虾螺蟹的耳料 而这些鱼虾螺蟹最后成为海鸭们的猎部对象 红树林成为一个天然大牧场 白天海鸭自由地在这里觅食 一只海鸭一天大约要运动十公里 五十四两左右海鲜 傍晚回到岸上 每只海鸭只需补喂二两左右的稻谷玉米平衡营养 算下来 每只海鸭每天节约八毛钱饲料 一年节约两百元饲料成本 并且这天然放牧 鸭子早上放出去 晚上会自觉回来 也省了人工成本 海鸭养殖四个月后开始下蛋 海鸭产弹量相对较高 银产弹量在280枚左右 产弹周期大约两年半 海鸭蛋蛋壳比较厚而且坚硬 蛋黄是橙红色 蛋清明显比普通鸭蛋要浓稠 海鸭蛋富含钙磷 心锡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十多种维生素 氨基酸和大量的蛋黄卵磷汁 这个蛋清吃起来 就有一种脆脆滑滑的这种口感 特别的爽口 您看再咬下去就是蛋黄了 一般的鲜蛋直接煮熟了吃 如果不用调味料的话 感觉可能有的蛋会吃出来一股淡淡的腥味 但是这个我什么都没占 但是吃起来真的除了香以外 没别的什么味道 而且您看蛋黄也特别的漂亮 外面这一圈煮的是有点沙沙的感觉 里头还稍微有点带糖心 一层一层的颜色也特别的漂亮 太好吃了 再来一个 海鸭蛋的另一种吃法是咸鸭蛋 新洲人采用本地的很有粘性的红土和海盐 过成泥浆 再把擦干净的新鲜海鸭蛋 放在里面滚一下 你看我拿这个手在这个浆里面那么一蘸 你看这个手上马上挂满了这个泥浆 那么摸起来这个手感呢 它比较的细腻滑滑的感觉 那说明这个粘性像刚才大姐说的还是挺粘的 那么这种泥浆的话就比较容易让这个咸鸭蛋入味 对啊 这可以放久啊 放两三个月的没问题 一天能做多少 几百要一千都要的 一天啊 一天啊 风存二十天左右 鲜鸭蛋就变成了别有风味的咸鸭蛋了 在当地市场上 鲜鸭蛋八到九元一斤 鲜鸭蛋一点二元一个 吃海鸭蛋的机会比较多 还是吃鸡蛋多一点 都基本上家里面都是吃海鸭蛋的 鲜呢就直接可以拿来蒸 然后比如说吃些稀饭啊什么 还是挺开胃的 像我们平时送礼啊什么 这些都当做是新洲的土特产嘛 他们那个深圳啊 广州啊 来这里都是拿我们的海鸭蛋回去去了 他们说好吃啊 海鸭在产蛋两年多以后 产蛋率下降需要淘汰更新 在新洲淘汰鸭也是饱 新洲人喜欢吃白切鸭 淘汰海鸭正是上好的白切食材 海鸭在老汤里慢火炖煮约45分钟 出锅放凉再切成块 搭配的酱汁中加入了一种神秘的调味料 其实像咱们一般吃鸭子 尤其吃这种白切的做法 如果这个鸭子品质不是太好的话呢 往往能吃了一股这个鸭子的腥味啊 但是这个鸭肉吃起来呢 不光没有腥味 而且感觉肉质呢 又比较的嫩 嚼在嘴里啊 虽然弹牙但是一点都不费劲 另外值得一提的啊 就是刚才我蘸的这个酱汁了 那么这个酱汁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料呢 就是您看这个经过腌制过后的柠檬 那这个柠檬呢 一般要腌制大概半年以上 腌的时间越长呀 味道就越好 食用的时候呢 把它切碎了 调到这个酱汁里头 因为这个柠檬本身的味道呢 其实吃起来不是那么的好 有点像这个陈皮沾上酱油以后的那种口感 透了一股这个淡淡的香味 有点像那个丁香 但是呢 把它切碎了 混合到这个酱汁里头以后 再配上这个白切鸭就能充分地彰显出来啊 这个白切鸭的这种鲜香的口感 海鸭的原材料跟土鸭的级别就是啊 它们切出来的鸭不肥也不瘦 不是很懒也不是很命 这个鸭的它这个柚子比较好 又香又嫩又甜 你吃起来整个鲜美度跟海鲜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我觉得 青州人用青田这个词形容品质上乘的海鲜味道 它们也用这个词来形容海鸭 在它们心目中 喝咸水吃海鲜长大的鸭子 足可以媲美青州老牌的四大海鲜 鸭子吃海鲜虽说饲料省了 这些海鸭就回不来了 综合计算平均一只海鸭一年能赚40元钱 养殖三年利润在120元左右 说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养殖业 我们既看到过生态养殖良性循环的案例 也看到过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报道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 利用红树林贪图来养鸭子的这种做法 它们每亩贪图只养十几只鸭子 这样主动的控制规模 既获得了合理的收益 又维护了生态环境 实在是一举两得 值得我们大家赞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登陆央视网以及农视网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